一人陈起泰12月19日现身香港九龙湾 为主演的新剧黑市造势 黑市题材围绕惊悚 奇幻都市传说 一共分20个单元 而陈起泰就演出压轴的单元 这一次呢 这个角色我觉得很有挑战性 因为是演一个死神的角色 一开始我接着这个戏的时候 哇 我第一个听到死神 好像二十几年前 我演那个《我和江世友约会》 里面的三本一副 因为大家都不是一个真实的角色 是一个虚构的角色 而且呢 我觉得这类型的角色呢 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如果演这一类型的角色呢 我觉得可以有很大胆的尝试 用尽不同的方法去演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陈起泰演港剧了 这次回归香港拍剧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这一次另外一个街拍这个戏 另外一个很开心的地方 就是开玩笑而已 因为这个剧你看 今天我很多年轻的朋友 很多80后90后00后都有 就把整个剧的那个平均年龄 演员的平均年龄 拉低了好多 现在我自己都变成一个很年轻的演员了 我不敢去叫其他人演戏 不过如果他们有 真的有问题要问我的时候 我也会尽我的能力去叫他们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